大家好,歡迎回來發達廣場的環節 先介紹一下身邊的嘉賓 有我們研究部高級分析員阮子希,Harry Harry,你好 雪瑩,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半日沽空的情況 好 主板成交達到360多億 而沽空金額有31.67億元 我們看看 排行第一有盈富基金沽空額達到2.68億元 佔總額8.45% 佔股份成交超過3.9% 而安石A50排行第二 佔沽空額達到1.82億元 而佔總額超過5% 佔股份成交超過3.2% 排行第三有騰訊控股 沽空額達到1.56億元 佔總額超過4% 佔近5% 佔股份成交佔近8% 最後一隻 排行第四 銀河娛樂 沽空額有1.48億元 佔總額超過4% 佔股份成交超過1.5% Harry和你談談 今天沽空的情況好像特別多了 有沒有其他特別的原因 現在看港股沽空情況 你計過百分比來說不是那麼高 但你計過金額來說是高了一點 今天的成交其實是多了 我們見到360多億元 比起本身這幾個交易日的成交都多了很多 部分我見到大家的看法上來講 會否說原來學界預演這個佔中 其實沒有原先預期中那麼嚴重 或是你計算PMI的情況 或者是港股的形勢上 大家好像挺看好的 這個對於沽空情況來說 我們見到頭幾位 除了本身A股ETF之外 其實三隻都破頂 一隻是騰訊 一隻就是本身的銀河娛樂 不是破頂也好 都破了近期的高位 騰訊也衝破了120元的關口 恆指來講 我們見到也衝破了今年高位 一月一日的高位 其實如果你看回形勢而言 沽空金額其實是部分正常的對沖 我見到如果你說佔股份成交 或是大市佔比來說 都不是高得那麼緊要 以現階段來說 如果你說看回大市盤面上面 這類別的所謂強勢的股份 那個資金的進取程度依然都在那裡 所以我會覺得 現階段來說 今天的沽空榜 是沽空金額上面是多了 但是你說那個形勢上面 或是看法上面有沒有改變 我覺得不是太大的特別舉動 我們再看回大市方面 大市來到7月 勢頭好像不錯 又有外圍的數據大動 今天就高開135點之後 升幅擴大 暫時半日來說 升最多有升281點 突破了23,400點的水平 高見今年的高位23,472點 下午回來現在做23,416點 升225點 而國企指數今早高開35點之後 下午回來都繼續有升幅 升51點 報10,389點 也說一下香港方面 今天有些什麼焦點消息 就是港匯再次觸及7.75這個位置 令到金管局四度出手 就要向市場合共 沽出了126.400億港元 其實港元這一方面 最近勢頭都很強 其實關不關抽新股的事 還有你預料會不會有這麼多資金 會流入港元方面 和過往港元轉強時 大市的升幅都會有急升 但今天來說 雖然有升二百多點 但也不算對比過往 不算是升得特別強 其實是否資金沒有流入到大市那邊 如果你說看回 今天如果你說影響恆指的升勢 或者是帶動恆指破頂的形勢上來說 有幾宗消息 一是本身內地的PMI數據做得挺漂亮 而另外一方面 大家都會很留意港匯的情況 港匯其實突然轉強 不是本身未必是今個禮拜的事 其實在上個禮拜或是兩個禮拜前 已經看到有些資金開始流入 部分的原因 我會認同阿雪瑩所說 可能是因為抽新股 你有國際配售 國際配售引到資金進來 另外一方面 就是看到港元 究竟部分資金其實是否部署 將來會有一個升市 這個啟示性是比較大一點 究竟將來的恆指會不會再試 23,600 甚至說很多很多的媒體 亦都在想是否突破24,000點 今次的走勢上來說 我會覺得恆指的升勢 其實今天主要都是個別消息居多 譬如說我們看到今天的板塊上 其實橙色線突破了 碰碰碰之後就縮了 你看到恆指的表現 如果你說這個指數 試這條橙色線 試來試去都試不到的話 其實恆指向落的機會反而會在 所以我會覺得23,472點 這些位置 明天或後天真的站穩了 我才會覺得是正常的突破 否則個別內銀的消息 或是地產股的一些推動 才是主要整個港股的升勢的帶動源頭 所以現階段來說 向上的形勢會在 但是向上的幅度來說 我預測回 可能還有兩三百點左右 升勢就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看這個恆指的時候 不要太進取了 我們最後都看看內地市方面 早上是低開的 之後都一度衝高到2,050點 不過沒有什麼支持 最後都是回落的 現在跌4點步2,046點 其實看到內地市方面 其實最近都是反覆上落 就算是PMI數據 都出來了 符合市場預期 去到51 都仍然沒有什麼上升的動力 下半年是不是都要整股代變 如果你說看A股的情況 都真是一如 即是早上所所看的那個看法 就是說本身一些的重磅股 亦或是不同的板塊 都沒有直接受惠於PMI指數 做得不錯 而本身今天的行程來講 主要都是繼續炒軍工股 亦或是一些主題的板塊 亦都見到 這幾個禮拜的焦點 都仍是擺在A股IPO方面 三隻新股亦都繼續秒停 所以見到上個禮拜開始 其實突然間有很多新客戶 去申請A股的戶口 其實主要都在說 大家都在看新股的行程居多 所以大盤的形勢 即是金融股 或資源類別股份 除非有些很重大的刺激政策 如果不是 我會覺得指數 依然都是一個很窄幅的上落 而資金只會看一些主題板塊 或是一些新股的機會會比較大 我們這一節就差不多時間了 下一節再繼續跟Harry分析 究竟有些什麼焦點的板塊 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稍後再見